你打我 我告诉你 你会后悔的 你一定会后悔的 艾萱 她 艾萱的话我都听见了 艾萱 你听我说 你知道吗 一直以来 我以为艾萱是在跟我斗气 故意要跟我抢你 刚才我才明白 原来该走的人 应该是我 或许 或许她比我更爱你 你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想退让吗 也许 艾萱比我更适合你 我不是礼物 我不是你们姐妹可以推来推去的物品 艾萱 你觉得你这么做很伟大是不是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好不容易才和你把矛盾解开 好不容易才把你从一棚手里抢回来 你这么做对得起我 对得起你自己的心吗 我 我 郡城 我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两个人 都成了罪人了 不知道妈睡了没有 这么晚了 室区这么乱 你敢跑出来 你想吓死人呢 你妈 人家来看你你还怪我 我 我还以为我死在外面 都没人关心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外婆家那边早就没有人了 你能上哪儿去啊 再说了 你这么好强好面子的人 怎么可能住在朋友家里呢 我就这么点能耐 也被你看穿了 可不是吗 你之前不是也上演过 《离家出走》这一出戏吗 现在时局不同了 这回啊 就是八台大轿 我也不回去了 我出来已经一阵子了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我 妈 人家正饿着呢 有什么吃的啊 有有有 你等着 我去给你做去啊 这个是君臭混蛋 这一巴掌 我早晚要你还 艾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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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还在想艾梅的事 也是 赵艾梅的性格 这件事情绝对不会这么善罢甘休 到时候她来找我 把少家人一块带过来 那就麻烦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搬走 你是说 我们搬家 对 我们走得越远越好 我们去一个艾梅 和少家都找不到我们的地方 不行 我不能走 为什么 做人贵在诚信 当初是我和奶奶去求的少家 也因为少家 我们面粉厂的财务危机才可以解决 现在我们一走了之 岂不是落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吗 没错 少家确实是帮你们解决了财务上的危机 可他们并不是无条件的 他们是成人之危 你完全不用为此 而背负上什么罪名 可 可是我们面粉厂的财务缺口 确实是少家补上的 做人不能过河拆桥啊 更何况我要是易总 他们肯定会找奶奶算账的 奶奶年纪大了 真的经不起折腾 至少现在我应该回到奶奶身边 和她一起共同面对问题 艾萱 艾萱 你现在回瑜伽 少一鹏会放过你吗 我们俩好不容易 历经了千辛万苦才走在一起 你这么做不全白费了吗 郡超 我当然不想失去你 可是 你说我这么一走 我怎么对得起奶奶 对得起少家 艾萱 我们也不是永远都不回来了 这是暂时先避一避 等我们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再一起面对 好吗 那你说 我们现在能去哪儿呢 现在时局不稳定 我看很多人都往南方走 不如我们也去哪里吧 我看你 妈 怎么了 我叹我命苦 别人看我 是风风光光的 谁知道我心里的苦 年纪轻轻地守了寡 二十年来 一直看着于家人的脸色 我心辛苦苦地把你们两个孩子拉扯长大 花了多少心血栽培你们 结果呢 现在你妈 现在你妈落难了 你们一个个躲的躲闪的闪 让你妈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这儿 不闻不问 我看哪天呀 我死在外头 都没人知道 妈 你有完没完 今天落到这个地步 还不都怨你啊 当初你被那个姓徐的使乱中气 不得已嫁入瑜伽 那个时候你就应该得到教训 学得聪明一点 没想到你还和他毫断丝连的 弄到这个地步 能怨得了谁啊 我没有 自从我嫁给了你爹 我就跟他划清了界限 只剩亲戚关系在 在感情上绝对没有任何欠扯 如果只有亲戚关系 你为什么三番四次让他进大发呢 我这还不是为了崇尾啊 妈 你就别自欺欺人了 像他这种不负责任的男人 我哥会认他吗 他会照顾我哥吗 事实证明他又出卖了你 出卖了大发 咱们瑜伽落到这个地步 你要承担大部分责任 你说够了没有啊 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妈 轮不到你教训我 年纪轻轻的 感情的事你懂多少啊 少在这高堂扩乱的 是 也许感情的事你是比我懂 但我对爱情是始终如一 只要让我喜欢上一个人 我这一辈子都会喜欢他 我甚至为他去死都可以 既然我在你心目中是这么的不堪 你还来找我干嘛 你走啊 你以为我爱上你这儿来啊 可是你和哥全都走了 我一个人上哪儿去啊 你说什么 崇尾也走了 你走了以后可就走了 怎么会这样呢 他为什么要走啊 他又不是瑜伽的人 干嘛留下来让人糟蹋 不过 我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有骨气 佩服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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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一天了 医院警察局旅馆客栈我都问过了 就是没有暗选的下落 这一个大活人 不可能就这样平白的消失了 快去通知全叔 日本鬼子来了 快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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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月 每个月供应一万包棉粉 什么 一万包 这钱你们怎么付啊 混蛋 替皇军办事 竟敢开口要钱 对不起 负责人不在 这件事我不能做主 那你告诉我 谁能做主 那你告诉我 谁能做主 是应付过去 早已不开一步啊 这些天下的日本鬼子 摆明了就是要面粉不给钱 强盗 强盗 突肥 我看余老太婆的年纪大了 不再适合担任终日友好的代表了 你的 去把那个负责人 俞崇伟给我找回来 听到了没有 俞总已经离开了俞家 下落不明 我到哪儿去找啊 混蛋 你连我的命令都不听 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怎么办呢 日本人叫我们每个月 要供应一万包面粉 难道让他们吃饱了 去打自己的同胞 不行 这种事我做不出来 从前人来人往 整个城园热热闹闹的 现在 人躯楼空 有时想找个人商量都没有 哎 哎 唉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波桃 波桃 你这个不孝子 你 你就这么狠心丢下你的可怜的母亲 就这样就走了 其实真正要走的应该是我 我 留下我这个老太婆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啊 波桃 现在留下这个烂摊子该怎么办啊 你告诉我啊 你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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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你怎么了 奶奶 一旁啊 奶奶在这儿 又向你们少家道歉 花了那么多钱 还是没有保重面坟肠 面坟肠怎么了 你还不知道吧 这鬼子已经整个控制面坟肠了 奶奶 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这件事 我是想问一下 艾雪有没有回来 雪儿 雪儿 雪儿不是已经 嫁到你们家去了吗 她 她怎么可能回来我这儿呢 奶奶 对不起 那天洗车在路上碰到了难民 我还爱雪被难民冲散了 我找了一整天都没找到她 她回来过吗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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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奶奶 哈哈哈 雪儿 雪儿 奶奶 可怜的雪儿 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你不能有事 你不能有事 你千万不能有事 奶奶你放心 你别着急 雪儿不会有事的 奶奶 你别着急 消消气 消消气 奶奶 雪儿啊 什么 日本人占领了大发面粉厂 听说日本人 居然要大发每月上交一万包面粉 那你正在为这件事发愁呢 可恶 他们侵略我们 还让我们给他们粮食吃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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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日本人 这里谁是负责人 我要见你们的负责人 我就是 又何指教 你就是少东霖 很好 从明天起 黄军乍营用地的事 就交给你了 对不起 我们公司的土地 都有它的用途 恐怕要让您失望 混蛋 替黄军做事 那是天大的光荣 你竟敢拒绝 你竟敢拒绝 爸 刚才的话 你再说一遍 爸 三天后 你把地方给我空出来 不然的话 我就要你的好看 爸 你没事吧 贼人太神 你没事吧 爸 爸 你没事吧 爸 我才不相信呢 老太太会不知道艾雪的下落 现在外面这么乱 满大街的鬼子军队 艾雪不可能一个人待在外面 她一定是趁乱逃婚 逃到成员去了 一旁 老太太是骗你的 不会吧 面粉厂出了事 老太太正在犯愁呢 如果艾雪在的话 就不会让老太太一个人面对这个事实 这就是他们狡猾的地方 先让你同情他们 然后你就不追究了 不会不会嘛 你把瑜伽的人想得太可怕了 他们心机没那么重 艾雪一定是出事了 才会两边都没有回 这种话只有傻瓜才能想得出来 凤春 你还想说什么 你们父子俩就是不听我的话 这回应验了吧 艾雪采取禁门 咱们家就出事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日本人作为作福跟艾雪有什么关系 你现在还替他说话 这事实都摆在眼前了 艾雪来麻烦就来 我看这回咱们家是躲不过日本人的摧残了 日本人难道只针对我们一家 现在满街都是流离失所受苦受难的同胞 那照您的意思这也是艾雪害的了 你 你瞧瞧你自己的样子 简直被艾雪迷混了头 你竟然敢顶撞你的母亲 好 你现在马上到于家催婚 把钱要回来 这 于家的面粉厂已经被日本人控制住了 艾雪也除了是奶奶正在犯愁 不 您让我这个时候找别人要钱 我肯定帮不到 我不管 我们家的钱也不能打水漂 你现在就去 我不去 你不去是不是 好 我自己去 妈 不 爸 爸你怎么了 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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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钥匙 每月初五交房租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了 谢谢你 那好 这房子就交给你们了 再见啊 再见 虽然陈旧 但是在这个战乱的年代 能有这么个地方遮风避雨 已经算很好了 艾雪 我们一起把屋子打扫一下吧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了 看什么报纸啊 渣北被日本人占领了 不知道面粉厂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怎么会这样 现在瑜伽 只剩下奶奶和艾梅两个人 艾梅又不顶事 把所有的压力 都压在奶奶一个人身上 奶奶年纪那么大了 她一个人 怎么扛得住啊 不行 我得回去看看奶奶 外面冰火马乱的 你不能出去 现在是奶奶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要回去 陪她面对问题啊 艾雪 你听我说 现在大发面坟场面对的 不是徐斌这样的小人 而是日本侵略者 你即便回去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难道 让我眼睁睁这么看着 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我不是让你不管不顾 我是让你暂时先安顿下来 等待时机 现在是国难当头 我们要把我们的力量 用在最关键的时候 艾雪 艾雪 我们历经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踩在一起 这是老天爷对我的眷顾 让我在最后的时候得到了你 我真的不想再跟你分开 你不要再离开我好不好 我也不想离开你啊 可是我对少家有责任 君朝 我想去少家一次 你现在去少家 少一鹏都找了你这么久了 你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无论如何 我要回少家 跟他们解释清楚 得到他们的谅解 这样我们才可能在一起 君朝 这是做人的道理 否则 我不会安心的 艾雪 你回来了 太好了 你没事吧 一鹏 伯父伯母在吗 在 你应该改口了 不应该再叫伯父伯母了 我想见见他们 有些话我想当面告诉他们 艾雪 少伯伯 少伯伯 您怎么了 哦 没事 省了点小病 不用担心 哎呀 你能平安回来 真是太好了 快快去坐 来 小心吧 坐牙艾雪 艾雪你这是 是 少伯父 少伯母 艾雪有一事相求 孩子起来说啊 请原谅我 我不能嫁给一鹏 什么 艾雪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已经穿了假衣 出了瑜伽 坐了洗车 你是我少医朋友的妻子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我不想再把错误延续下去了 这样对大家 对我们 都是没有好处的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我说什么都不会同意的 艾雪 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啊 你是不是怪我那天把你弄丢了 让你受了惊吓 我发誓我从今后不会送开你的手的 真的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我都会牢牢的抓住你 除非我的手断了 除非我死了 够了 你看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 你平常的意气风发都到哪儿去吗 你还是我们少师地产的大少爷吗 雨雨爱雪 你好啊 你就这么把我们一鹏玩弄在你的鼓掌之间 我 我实话跟你说 像你这种朝三暮四的女人 我根本不喜欢 我当时是破于无奈 我才同意一鹏把你娶进家门 你不愿意嫁给一鹏 好 这正合我意 你走 从今以后你和一鹏一刀两断 永无瓜葛 不 艾雪是我的妻子 没有我的同意 谁也别想带她走 你不要再说了 我真后悔当时 怎么会妥协 让你把这个女人取进家门 我今天绝不允许你再任性 爸 一鹏 我 强扭的瓜不甜哪 放手吧孩子 让她走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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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 是你们的 我这一辈子 拼了命 也会还给你们 对不起 爱协你别走 你别走 我仇你了 你别走好不好 放手 爱协 爱协 你要是把他追回来 你就不是我儿子 你自己选择吧 你是要父母 还是要这个扫把戏 爱协能不能全身而退 他会不会被少医榜强留下来 俊成 爱协 爱协 俊成 你回来了 我还担心你回不来呢 怎么样 事情办得还顺利吗 比我想象中的要顺利 少伯母本来就不喜欢我 少伯父又一向疼我 只有一朋 他为难你了 这也是我们预料之中的 不是吗 不过 他还是拗不过他父母 他他就这样让你回来了 至少 没把我再追回去啊 我觉得这事也太容易了吧 他会不会表面让你走 暗地里去跟踪你啊 应该不会吧 我一路上很小心 特别注意了一下 那这么说 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感谢老天爷 终于让我如愿以偿 好 郡朝 我的心 早属于你了 这两天我想了很多 我觉得 我们可以暂时先开个小面馆 维持生活 等战梁过去以后 我们再做打算 你看好吗 带霸 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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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步 下 listed下 listed 各位老板 买 book 买定礼厂 这些 Work 甩 growth 下 listed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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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下出来 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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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地利少 买地利少 小 开了 开了 小 小 小 大的营 小 开了 你 杨的什么点啊 背兜了 买地利少 各位老板 接着牙 买大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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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地利少 小 开了 小 开了 小 开了 五六六 大 大 小 开了 我怎么这么快 大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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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接着牙 接着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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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先生 有付钱了吧 这是 周经理 能能打个商量 再进些筹码 赌场有赌场规议 你把先前欠的钱还上了 再借就不能了 周经理 你这说的什么话 看看我最近输了多少 这么点都不给通通通融 不是我不通的 我也是受护迷人的 我还得公知公办是吧 行了 别推三走四个 凭我徐彬两个字在上海 他哪儿借不着钱呢 是不是 你也看见了 我连房契都压上了 你还怕我跑了是怎么着 再通融通融 好 这样吧 我去解释一下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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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经理 怎么样 敢在 是我们读查的老主顾 老板就通了你一下 我看 这才像我 这情感也太费了 我后管也说什么一种帮回来 我就不信了 你看好吗 好 好 祝你好运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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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狗败的 这一宿都没搬回来 我还真就是不信这个邪 我 我早晚搬回来 嗯 站住 哎 哎 怎么 连个招呼都不打 你还有脸说 刘家带你不薄啊 你竟然使诈 海的大发差点落入大力手中 你有没有良心啊 你说你 翻脸比翻收都快 当初我当副总的时候 你是怎么鳄鱼拍马的 哦 现在我落难了 打落水狗 就不怕我再回大发呀 你以为 你回得去吗 嘿 你这丫头真把我看扁了 没错 现在面粉厂被日本人把持住了 他们急着找余总回来 你呀 最好死了这条心吧 面粉厂被日本人占领了 正在找崇伟 嘿 有门了 我再做一遍 我再做一遍 小叫 你什么人 好 那么深厉 你一遍 好 我不能 轻要 你 我想 想 为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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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我真的好想你 不知道你最近身体好不好 真的好想好想你 好想去看你 可是我一想到您见到我 就怕您想起 妈妈跟徐冰背叛余伯涛父亲的事 我浑身上下流着那个姓徐的血 我没脸见你 我根本没脸去见你 我没脸 我没脸 陈尉 又想家了 没有 这儿还有一张照片要写 陈尉 你先看看这个 这张照片客户也懂得要呢 陈尉 这种工作谁都可以做 打发才是你应该回去的地方 我听说日本人在大发扎营了 我不想自讨过去 那面参长呢 陈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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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敢毁于一旦吗 你身为瑜伽的子孙 你甘心吗 你忘了 我已经不是瑜伽的人了 那是你自己的心里在作祟 如果你不是 他们怎么会刊登寻人启事找你呢 算了 我还是待在这儿吧 眼不见心不烦 陈尉 陈尉 你别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 我看得出来 你人在这儿 你心根本就不在这儿 回去吧 以你总经理的身份 替瑜伽保住大发 这才是你应该做的 该说的我都说了 至于你回不回去 自己考虑 我到底该不该回去 这种事情 你弃不开 你们需要一点点 说吧 就不仅仅间 你打开 他肯定没办法 你还说 你不能天天 秦桑 我走了 来吧 可面粉场呢 于家几代人的心血就这样毁于一代 你身为于家的子孙 你甘心吗 不 面粉场绝对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于家待我不跑 就当我回报于家的养育之恩好了 我明白了 我却明白了 寻人其实根本不是员工的意思 是你让我来的吧 冲伟 我这都是为你好 你应该会大发 怎么能放弃呢 我绝不会趁你心如你意 且慢 于冲伟 我有话跟你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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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